穿着迷彩服的国民兵在铁网后方监视进出车辆 这里是美墨边境的德州伊格帕斯 美国前任总统川普29号准备来这边进行访问 不知川普先任美国总统拜登也准备拜访边境城市布朗斯威尔 两人罕见同步出现在美墨边境 显示移民问题在2024总统大选的重要性 德州移民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先前让州政府杠上联邦 民间更发起德克萨斯民族主义运动 主张脱离美国自己独立 德州人脱离联邦也不是嘴上说说 州长艾伯特日前在美墨边境展开代后 孤行行动的军事部署 动用国民兵来阻挡非法移民 等同于一场独立于联邦的军事行动 另外德州共和党中议员斯莱顿2023年3月 递交法案给州议会 希望通过法律允许德州进行脱美公投 虽然斯莱顿的法案遭到否决 但脱美运动依旧火热 也显示出拜登川普必须更加重视移民问题 才能拿下德州选票 东森新闻国交信众和报道